香港电台电视部就宣布取消午夜广场 午夜广场本来是一个较为学者型的电视节目 在香港电视史上就没曾见过的 那为什么叫午夜呢 就不是晚上半夜三更 而是午晚广场 就是尝试找一些学者 讲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课题 本来这些话题就显示在大学里面的lecture 就是一个讲座里面讲的 但尝试就在一个讲座里带出来 就进入家庭 那这样做呢 就本来在一个大众传媒上面就不是那么适合 只不过当现在广播慢慢消除变成宅播 你手上的遥控器 一旦可以选一百几十个台的时候 一个好像午夜广场的节目 自然是在一个网络时代 找得到它的观众 那么午夜广场呢 就我自己都时时有看 觉得它所讨论的一些话题呢 有时涉及心理学啊 社会啊 政治啊 全球化啊 女性啊 这些呢 都是相当之清新 起码呢 就是每一个嘉宾呢 你未必同意他说的话 只不过呢 是一个刺激思考 和呢 可以扩展视野的一个节目 而且他不是说直接去评论政治 而是说一些呢 就是目光远大 和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那本来呢 一个这样的节目呢 是可以刺激文字 和呢 鼓励读书 可以令到呢 青少年呢 不要只沉迷打机 可以呢 从事与一些理性的事后 但是现在这个节目都没卖 那到底他犯了些什么问题呢 但是 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不需要再奢求 会有任何的解释